其题1.3考虑高斯分布 rho x 等于 a 乘以 x potential for lambda x-a 差的平方 其中大 a 小 a 还有 lambda 为正的实数 第一问利用公式1.16确定 a 公式1.16为 1 等于 概率密度在全空间的积分 所以 1 等于 高斯分布在全空间的积分 首先进行变量代换 Lin u 等于 x-a 所以积分就变为 这个积分可以用课本后面的高斯功能 公式来做 课本后面的公式为 从 0 到正无穷积分 x 的 2n 次方 乘以 1 的负的 x 方 除以 a 的平方 dx 的 2n 次方 利用这个公式就可以得 这个积分 1 等于 2 等于 2 乘以 2 乘以 2 分之 1 根号 Lambda 分之派 所以 a 就等于 a 就等于 根号 π 分之派 Lambda 第1 问就是 a 等于 根号 根号 接下来 第2 问 求 x 的 7 带值 还有 x 的平方的 7 带值 还有它的标准偏差 x 的 7 带值就等于 x 乘以 x 乘以 概率密度 a 1 的负Lambda x 减 a 的平方 在全空间的积分 首先还是进行变量代换 令 u 等于 x 减 a 积分就变为 u 乘以 1 的 Lambda u 平方次方 d u 再加上 这里还有一个大 a 大 a 乘以小 a 乘以 1 的 Lambda u 的平方 d u 由于这个积分里面的函数是 g 函数 g 函数 所以这个积分 在全空间的积分是等于 0 的 后面这个之前求过了 然后这个就等于 大 a 小 a 乘以 其实这一问可以不用做这个积分 因为从概率分布这个概率密度看就可以知道 这个函数是关于 a 点对称的 所以它的期待值就等于 a 接下来算 x 平方的期待值 它就等于 x 平方 乘以概率密度 乘以概率密度 关于全空间的积分 同样进行变量代换 它就等于 d 像是 u 的平方 把 x 变成 u 加 a 以后 它可以拆成三项 u 加 a 的平方 u 加 a 和的平方 可以拆成三项 第一项是 u 的平方 乘以概率密度 第二项是 2 u a 乘以概率密度 第二项是 2 u a 乘以概率密度 第三项是 a 的平方 乘以概率密度 第一项可以由上面的积分公式 这一项的结果是2λ分之1 这一项也是可以根据上面的积分公式就可以得到a的平方 而这一项是积函数所以是零 所以最后结果就等于2λ分之1加上a的平方 最后标准偏差就等于x平方的期待值减去x期待值的平方 就等于2被λ分之1跟2 第二项的结果就是这样 第三项画出rhox的草图 这个函数是关于a点对称的 假设这个是a点 rhox等于a乘以xpotential负的λx-a的平方 可以看到x离a越远 或者离a越远的话 这个数就越大 λ也是正的正数 正实数 所以x越大或者越小 这个函数都是很快的趋于0的 指数的趋于0 所以函数的大概的图像是这样的 关于x等于a对称 用软件画出来的图是这样的 好 这期的答案就是这样